吉米巴特勒提出交易申请,他渴望离开森林来换个环境发展。 ESPN专家扎克·洛维解读了巴特勒,几克千在下加能开出的筹码,其中包括火箭。 洛维认为若火箭追逐巴特勒,埃里克·戈登必走无疑,堂斯逼宫森林郎,我无法与巴特勒共存。 巴特勒与戈登虽然火箭,并不在巴特勒,全定的三个有理想下加之列。 但洛维认为,以火箭总经理莫雷的风格,他一定会努力进入巴特勒争夺战。 他写道,众所周知,莫雷为了让火箭缩小同仑式之间的差距会不惜一切代价,他愿意冒一切风险去换球星。 在巴特勒交易结束之前,我们一定会听到关于火箭不追逐巴特勒的留言。 火箭追逐巴特勒,能拿出怎样的筹码? 第一套方案是戈登,塔克加一个,不受保护的手轮签。 当然,以火箭现在的实力,这个手轮签顺位不会靠前,价值不太高。 火箭相当于送出一个可以打手法也可以扮演超级第六人的后来外加一个侧翼防守汗像。 虽然戈登和塔克再上三级火箭拿下联盟最佳战技刷入西部决赛的过程,终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巴特勒毕竟是攻守均衡的策翼,有助于火箭挑战勇士。 火箭之前送走来安安贝斯换挥布兰登奈特和马格斯·克里斯,这给他们的后续操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之前就有消息说,这些球员可能轮为火箭继续交易升级策翼的筹码。 火箭可以在10月31日,克里斯可以被纳入交易后开出戈登·克里斯,选秀全的包架。 不过,巴特勒下三级年纪2044万美元,戈登·克里斯总薪水为1670万美元,这比较易会令火箭工资涨单独370万美元,在计算奢侈税时更是会成为增加,加重火箭心机压力。 莫维认为,对于曾里兰而言,火箭的包架显然不会有太大吸引力。 但是,这总比目送巴特勒明年夏天以自由人力队,竹兰达水一场空要好,之前巴特勒签订了三个人理想下加,分别是快船,兰瓦和尼克斯。 快船又充足进京空间,在明年夏天开出顶型合同,直接签下巴特勒,他们未必会大动干戈进行交易。 如果交易,快船也不缺少筹码。 托比亚斯、哈里斯、路易斯、威廉姆斯、贝弗利、艾弗米布拉德利、克奥多西奇,未来首轮圈都能拿来交易。 消息人士透露,快船应该不会送出钱力,新秀吉尔吉奥斯亚历山大,快船可能更希望将加里纳丽送走。 但他们恐怕的同时吃下迪昂的合同,来往这边能拿出赫拉布、雷维尔、法瑞德和来自绝金的前十二顺位保护的手轮签,换取巴特勒,迪昂,只能包森林郎在新赛季省下200万美元,若来往在明年放弃拉塞尔、丁维迪,他们可以腾住空间,再开一份顶型合同。 至于尼克斯,尼里基纳、诺克斯和2019年的首轮签是他们最值钱的资产,森林郎当然想要,但尼克斯不会给。 若送走向哈达,为何诺克斯会发特勒?尼克斯明年依然无法腾住在开一份顶型合同的空间,即便他们使用延伸特例才掉落啊,等到明年夏天再跟波尔金吉斯去约。 从一达到五。